山土的颱風在臺東降下驚人的雨量 南迴山區沖下大量的土石流 在泰馬里桑 不但又多出了野稀潰蹄 沖斷了橋樑 多出了釋迦果園流失 民宅也被土石流覆蓋 清都清不完 而風災過後一個星期 中央相關單位 今天到臺東勘災 協調災後復原 風災過後一個星期 住在泰馬里沙倫溪旁的 這戶種釋迦的軍民 不但三甲多地的釋迦園流失 家裡也被灌進土石流 到現在清都清不完 損失慘重 沙倫溪從上游到下游 還有三座橋樑被沖斷 溪流附近被沖刷的釋迦園 準備套袋的大墓釋迦 想要復根但沒有橋 路很難走 當地還有二十多戶民災受損 民眾抱怨中央沒有來勘災 臺東縣立法委員黃建斌 中午請到農業部 圓民會和公共工程委員會 會同縣府一起到受災嚴重的 悲難 泰馬里和金風箱勘災 光是許多潰堤也需要復原 勤費就高達五億元 中央官員表示 復原勤費會全力協助 也會協調國軍 計緣復原工作 這次颱風在臺東縣南迴山區 下了將近兩千毫米雨量 多處山區都留下被沖刷的痕跡 民眾擔心只要下大雨 又會再發生土石流 復原工作需要跟時間賽跑 記者張明哲 台東報導